Hello 大家好 我是Anny 《王國之類》中有非常多的迷你遊戲 這部影片來盤點16個 可以突破刷新記錄 並且有點難度的小遊戲 我會按照自己遊玩下來的體驗 從最簡單到最難的順序來依次的介紹 也會分享取得高分的小技巧 或者是逃課的方法哦 在影片開始前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Anny 請記得按一下訂閱 打開小鈴鐺 還有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支持我吧 第一個來介紹彩盾滑雪 玩過礦野之騎的勇者們應該都很熟悉啦 小遊戲的具體位置在地圖左上角的雪山 現在的位置 4雷米的小屋 但是想要玩滑雪小遊戲呢 需要先完成迷你挑戰 消失在雪山的女王 要找到NPC4雷米才可以 和小屋的男生NPC對話 他會告訴你 老師4雷米不見了 會提示我們出門向右邊山下去找找看狼煙 狼煙在目前的這個位置 過來這邊之後會再遇到一位學生 他會提示4雷米應該就在附近 其實4雷米就在山下的洞窟裡 我們下來還會看到一隻露咪 提示你附近有一個洞窟 進來之後炸開岩石 就可以看到4雷米啦 因為他要滑盾離開 所以另一側的岩石也要幫他清理掉 這個洞窟的位置 大家也可以記憶一下 是之後滑雪路線的一條捷徑喔 再次的對話 4雷米就會回到小屋裡面了 現在再回來4雷米的小屋 就可以報名參加 踩盾滑行的小遊戲啦 滑雪遊戲分成出街和進街兩種賽道 每次參與的費用是20弩比 踩盾的按鍵操作 是ZL舉盾 然後X加A就可以踩上盾了 或者也可以X鍵先跳起來 在ZL加A也是可以的 雪上滑盾是不會消耗盾耐久的 如果你想要帥氣的轉圈圈 則是在滑盾時按Y鍵 進階的賽道要比初階的長一些 我還特意預料 附加了一塊洞魚盾 滑起來也會更加的絲滑喔 終點是目前地圖標記的位置 有很多條不同的滑雪路線 讓我推薦可以走剛剛4雷米獸困的洞窟 是一條捷徑 開始滑雪之後 貼著左邊滑下山 就可以遇到這個洞窟了 進洞之後一路的執行 從洞窟出來 距離終點的旗幟就非常的近啦 踩盾滑雪小遊戲難度2顆星 進階賽道的獎勵會送你紀念盾牌 有騎士盾 再快一點的話 我拿到王族盾 但是是無法重複拿的 之後就會改成送你盧比的報酬 這裡除了滑雪小遊戲之外 這間小屋還有另外兩位NPC 屋內的這一位是負責對你的盾牌進行評價 你可以選擇附加不同餘料的盾牌 來聽聽看他的評價 屋外的NPC則是負責盾牌商店 用盧比就可以購買到他面前的這些盾牌喔 第二個小遊戲來介紹力量測試 敲鑼 遊戲的位置在目前地圖這邊 力量測試是可以利用任何裝置和道具 來敲擊上方的銅鑼 這個遊戲每次參加的費用是30盾 沒有任何時間的限制 敲鑼的聲音分別越大 分數就會越高 當然也是有非常多不同的方法可以敲鑼 這邊分享一個簡單的組合 只需要利用場地提供的裝置 一個裝做底 兩根金屬棒連結起來 上面放一個彈簧 彈簧的上面放一個不倒翁 然後將整根裝置竖起來 先打一下去啟動彈簧和不倒翁 重新調整位置 注意這邊救急手要抓靠下面的這根金屬棒 畫面的視野才會合適 我們將不倒翁頂到銅鑼的正下方 再來打一下關掉裝置 再次打一下就可以敲鑼囉 這樣簡簡單單就可以超過200分貝了 之後你想要玩的話 直接藍圖重新剛剛這個組合 就可以馬上做好了 這個小遊戲我給出的難度係數是兩星半 原因是一旦我們研究出來一個 可以敲很大聲的組合 每次用藍圖重現出來就可以了 每次都可以穩穩的拿到紅寶石的獎勵 紅寶石拿去賣掉 一顆是110盧比 所以這個敲鑼的遊戲 也是遊戲前期很多勇者們 拿來快速賺取第一桶金的方法 第三個迷你遊戲是推球訓練 也是利特族戰士的訓練小遊戲 位置在紅色標記這邊 可以從塔邦塔大橋一戰過來這裡 這裡找到利特族NPC就可以開始遊戲 參與一次花費120盧比 會由對面的古龍族發球過來 我們的目標是將球推回去 並且落入下方的籃子裡 不可以掉出去喔 共計會發射12顆球 綠色的球1分 紅色的球3分 這個小遊戲推薦大家 用倒轉乾坤的能力 不要用救急手去抓球 這樣子難度就會降低很多了 倒轉乾坤 球會滯空一小段 我們看準下方籃子的擺動 停止倒轉乾坤 就可以讓球穩穩的落入籃子裡 但是要注意的是倒轉乾坤 不可以停留太久 不然球就會被倒轉回到發球員那邊 就很容易掉出去了 這一次嘗試 我一顆球都沒有掉出去沒有失誤 拿到17分 獎勵是50盧比 綠特族暫時訓練 難度兩星半 因為只要用好倒轉乾坤 抓到時機還是蠻簡單的 第四個迷你遊戲 可以介紹回收沙海象 有兩個位置有這個小遊戲 一個在紅色標記這裡 可以從旁邊薩哈斯拉 邊緣鳥望台飛過來 可以見到河邊有一個 拉著一馬車沙海象的NPC 對話就會受到驚嚇 然後沙海象彈飛的到處都是 遭遇一次遊戲花費20盧比 需要在限定的時間內 將10隻玩偶都撿回來車上 那有很多這種回收玩偶的方法 推薦其中一種方法是使用倒轉乾坤 就可以讓玩偶直接回到馬車上了 聽到玩偶 字一聲 或者右上角數字加一 就可以停止倒轉 然後去撿下一隻玩偶了 倒轉乾坤的優點是能力的釋放 對於距離是沒有要求的 只要這個玩偶在你的畫面中 你都可以選定到它 比較適合目前這一個位置的遊戲 因為有很多隻玩偶是掉落在遠處的水裡 如果想要用救急手去撿的話 因為救急手對距離有限制 需要靈刻靠近一些 或者在水裡設立一個立足點 例如浮遊石或者是一塊冰 一塊木板等等 不過倒轉乾坤的缺點就是 倒轉的速度很慢 在回溯的過程中 計時器也一直在跑 不過這個位置的遊戲時間 限時是2分30秒 其實你10隻玩偶全部都用倒轉乾坤的話 時間也是完全足夠用的 但是另一個位置的回收沙海象小遊戲 就不推薦倒轉乾坤了 另一個位置在目前標記這裡 在一片樹林的裡面 規則和玩法都是一樣的 第一次挑戰限時1分30秒 但之後限時是1分鐘 我有嘗試過這邊的10隻玩偶全部都用倒轉乾坤60秒是來不及的 所以這邊推薦用藍圖的功能 大家可以先挑戰一次 用救急手將玩偶都附加粘在一起 重新挑戰的時候 我們直接藍圖重現 就可以將玩偶們自動收集起來了 類似是我們推薦過在薩托利山收蘋果的方法 10隻都收集齊 再一起丟上去馬車就好啦 因為這個位置的玩偶都在平地 封散的也是比較集中的 藍圖就變得非常的好用 而上一個河邊位置的玩偶 因為有很多是在水裡 如果那個位置用藍圖的話 因為藍圖對距離是有限制的 所以我們需要先在水裡放好立足點才可以用 回收沙海象 難度3顆星 再了解到用哪一個能力比較適合之後 才會變得相對的簡單 第6、7、8個小遊戲都是拉力賽 先來介紹格魯德沙漠的拉力賽 在目前標記的位置綠洲 從旁邊的神廟傳送出來面前就是了 找到了這位格魯德人開始比賽 參賽的費用是10魯比 規則是攻擊有7個拱門 在限定的時間內一路穿過去 因為是沙漠 如果你要走陸地 就要製作出來石河滑沙的載具 終於路上也會有一些上上下下的地形 所以這個拉力賽第一次有給足足3分半的時間來挑戰 沙漠的行走是有難度的 但是這個小遊戲的難度係數 我只給到3顆星 因為它可以逃課 人手一台的酒礦Mk2 可以直接無視難行走的沙子 我們一路低飛就可以輕輕鬆鬆穿過所有的拱門了 雖然逃課是很簡單啦 但是還是建議大家要來玩一次 因為第一次挑戰成功 會送格魯德族的滑翔傘布料 可以作為收集來用哦 第七個小遊戲是伊石拉力賽 具體位置在伊石村左側的松達作業場所 找到這三位 一個海莉亞人 兩個格魯德人 對話後我們需要在旁邊的車子上 加放一個操作桿 用救急手輔交好之後 要試跑一次 沿路需要觸碰到所有的光束 就可以完成這個迷你挑戰的劇情 在拉力賽開始前 會先要求你去附近的驛站休息一晚 再回來對話就可以開始伊石拉力賽了 拉力賽的額外要求是 不論你用什麼樣子的組合裝置 都必須要使用它提供的操作桿 這個有一個小帽子的 拉力賽也分成了不同的難度 同樣我們可以用Mk2陶克 在它提供的操作桿附近 用藍圖重現 就可以挑戰去觸碰所有的光束啦 以使拉力賽結束之後 我們才能繼續開啟下一個 位於沃托里村的水上拉力賽 沃托里村的位置 這個拉力賽還需要我們先完成 沃托里村的相關任務 擊退這裡的怪物大軍 以及重建沃托里村莊 然後我們來到沙灘上 找到英達和村長 他們會聊到關於舉辦拉力賽 需要先幫忙找到相關的人員 也就是剛剛在伊石拉力賽的 兩位格魯德人 我們回到松達作業場所3樓 找到這兩位姊姊 和他們對話請他們去沃托里村 接下來回到沃托里村 目前具體這個位置 對話觸發劇情就會建造拉力賽的場所啦 英達會負責水上拉力賽 因為是林克幫忙重建的沃托里村 所以這邊的比賽 也是不需要付費就可以參加的 參賽的裝置我們同樣要求使用 提供的這個戴小帽子的操作感 還是可以使用Lock 2來逃課 只要稍稍留意出發時要先壓低一些些車頭 不要撞到打開的大門 那這邊是錯誤示範 壓低車頭就可以穩穩的飛出去了 水上拉力賽也有三個不同的難度可以挑戰 獎勵是佐納物的電池以及一道料理 三種拉力賽其實對應了沙漠 陸地和水面不同的賽跑環境 其實如果你組建其他的裝置呢 是可以挑戰用更短的時間 來觸碰到所有的光速的 但因為全部都可以用同一款 馬克兔來逃課 所以難度我只給到了三顆星 如果你的目標並不是逃課 而是挑戰更短的時間的話 這幾個拉力賽還是有一定難度的 第九個小遊戲是運球挑戰 具體位置在塔邦塔大橋的下面 這裡可以看到橋下方有營火 這裡有一位古龍族人 參與一次挑戰 花費20魯比 他會提前給你一顆很重的球 附近也有很多佐納物的裝置 這裡分成初階和進階兩種挑戰 分別是在30秒和60秒內 將這顆球帶到盡可能遠的位置 距離越遠 分數越高 大家就可以天馬行空的 組建一台運送的裝置 那這邊分享幾個小技巧 1 這顆球非常的重 所以如果放在載具上 就會要求講究平衡 例如直接伏加在馬克兔上 是飛不起來的 但是你其實可以將這顆球 直接預料伏加在你的武器上帶走 就完全不用考慮 影響載具平衡的問題了 2 走陸地和飛天都是可以的 陸地的話在盡頭會有一條岔路 左側是死胡同 所以如果你還有時間剩餘的話 記得要走右邊才能繼續跑 3 在最後的1-2秒內 可以將你伏加了球的武器投擲出去 推薦是用長槍可以飛得更遠 這一段距離也是會被記入進去的 有點像是OE會衝刺終點線探出頭去的感覺 但是在結束挑戰後 這件武器似乎是會不見掉的 我簡單的用場地提供的裝置 組建了一台陸地的小車車 運送出了950米的成績 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獎勵是盧比的報酬 運球小遊戲難度三星版 第10個小遊戲 利特族的新式飛行訓練 在飛行訓練場 可以從鳥望台出來直走下去就是了 我們需要先完成利特村的主線 風神殿的劇情之後才可以過來玩 負責新式飛行訓練的是老村長 飛行訓練分成初階和進階 每次需要花費20魯比 在限定的時間內穿過盡可能多的環 只能使用滑翔傘 但不同之處是王類加入了 兒劍俯衝的動作 就可以更加快速穿過垂直的圓環啦 也要記得上和下穿過圓環都是積分的 如果你已經解鎖了滑翔套裝 建議也可以穿起來 因為滑翔套裝有俯衝機動力提升的效果 就可以降低俯衝時前方的阻力 這個小遊戲的難度 大概只能靠自己多加的練習囉 難度4顆星星 接下來第11-13個小遊戲 是3個俯衝的踴躍儀式 分別在目前的3個空檔 右側的側是大勇之檔 左側的側是勇氣之檔 中間北部的測試鋼勇之島 和管家模像對話交付一個小能源可以開始挑戰 需要我們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 穿過所有綠色的圓環 要多多利用俯衝的功能 如果中間歪掉了可以打開滑翔傘來調整位置 3個挑戰全部第一次完成時可以拿到滑翔套裝3件套 關於具體如何去往這3個空島和如何入手套裝 我們有製作過詳細的攻略影片 大家有需要的話可以點擊現在的右上角喔 3個空島每一個的挑戰都是單獨記錄的 3個空島的難度也有稍稍的不同 有的圓圈之間會比較錯開 是無法一口氣俯衝下去的 大家在挑戰打破紀錄時 一定要記得穿好你的滑翔套裝 因為都在俯衝 所以滑翔套裝的屬性 俯衝機動力提升是非常有幫助的 可以減少俯衝時前方的阻力 永夜儀式難度4顆星 第14個小遊戲 礦車射箭 具體位置在地圖這裡 南部採礦場 過來附近之後我們找到礦洞 進去之後會遇到3位古龍族人 3個人分別對應3個不同難度的挑戰 也是3個迷你挑戰 規則是相同的 都是手動將礦車放在起點 跳上去開始準備挑戰 礦車會自動的行駛 我們要沿路設計路過的氣球 氣球都是固定的 這個礦洞內是有前兩個難度的挑戰 而第3個最高難度的挑戰 在完成前兩個之後 會提示我們出發去火山口 也就是火神殿主線劇情小boss的位置 規則相同 要盡可能多的命中氣球 這個系列的挑戰 除了考驗大家的瞄準準度 你使用的弓其實也會有很大的影響 盡量去選擇射速快射程遠的弓 例如利特族的飛焰弓和油損弓 都是速射的 並且射程是遠程的40 如果家底比較豐厚的話 最推薦用的是大舊弓 它不僅僅也是速射和40的射程 大舊弓有三連發 三隻箭矢一起射出去 也會更容易命中氣球 這個小遊戲我給出的難度是四星半 不僅僅因為要考驗瞄準 挑戰的過程消耗自己的功耐久 還是有點心疼的 完成最高難度的這個挑戰 會獲得古隆組的滑翔傘布料 收集黨們還是建議至少來玩一次 之後再次挑戰拿到好成績 也會獎勵你弓和木劍 最後兩個最高血壓的小遊戲來啦 第15個 飛機翼滑行 小遊戲的位置在地圖最右下角的海島 塞哈托諾島 前置任務是要先完成這個海島上的 尋找海盜基地的任務 然後才會在目前標記這裡 最高的位置遇到兩位NPC 一位利特族 一位海利亞人 他們也是跨野的老朋友了 對話開啟挑戰 玩一次花費20魯比 規則是將飛機翼運送到遠處 一圈一圈的那邊等於是標榜 飛機翼最後墜入水中 越是靠近中心點 分數就越高 這個挑戰我覺得還是很有難度的 因為飛機翼會不太受控制的緩慢滑行 推薦大家的小技巧呢 是在出發之後 先透過不斷移動靈克的站位 來控制飛機翼的方向 快要抵達目的地時不要慌張 可以飛出超過中心點 只要使用倒轉乾坤就可以讓飛機翼往回走 在停止倒轉時翼會下落一小段的高度 再繼續向前滑行 如果超過了就再次使用倒轉乾坤 我的經驗就是 在中心點附近多次使用倒轉乾坤 來調整翼墜落的位置 那也有看到過有勇者 是在滑行途中 手速給翼上加了一個操作桿 大家有心思的話也可以試試看喔 小遊戲難度5顆星 這個挑戰的獎勵是盧比 第16個小遊戲 騎馬運貨 是最讓我高血壓的一個了 遊戲的位置在高原驛站 需要你先去領起一匹馬 找正員NBC就可以開啟挑戰 支付20魯比挑戰一次 規則是起碼通過10個檢查點 重點是 過程中拉的貨物不可以掉下來 一旦掉落就會馬上失敗 代表我們不可以大幅度的更改方向 大家一定要自己去試玩看看 這個貨物的摩擦係數真的是太低了 輕輕的一擺動它就滑下來了 恨不得用舊子手把牢牢的粘住呢 我們的目標是可以打破NPC一分鐘的記錄 這邊跟大家分享我最終59秒成功的方法 首先馬兒一定要使用三速嘛 畫重點 四速都會太快 太容易飄了 可以在一站老闆這邊查看數值 被強化過或者天生速度做高的 不要用來挑戰 三速是最適合的速度 友好度也要未滿才不會跑著跑著就甩頭 在挑戰的途中盡量不要按加速 只去稍稍的一下一下的波動搖桿 來輕微的改變方向 中間有一小段是直線 可以嘗試看加速 最終段完全是直線 直接速度加滿衝過去吧 這個一分鐘的騎馬小挑戰 真的是難度穩妥的5顆星 挑戰的獎勵是一戰的點數 以上這些小遊戲的經驗 其實也只是來自我個人的遊玩心得 非常歡迎大家在留言 友善的分享你的成功經驗喔 如果想要收看跟著關於王國之類的影片 請記得按一下訂閱 也不要忘記幫我點個喜歡 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支持我吧 我是Anny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啦 Bye Bye